我認為我們民進黨 不能這樣沒有中心思想 沒有核心價值 不能為了選舉的勝利 去跟柯文哲魔鬼交易 這絕對不行 誰都不行 你說過你人為言輕啊 對 是啦 但是我總是有說話 我總是也有一些說話的權利 我怕你影響不了 你們民進黨最後的走向跟選擇 秀琳對 你消遣我 我接受啦 我真的是很為言輕 不過我有一些預言是對的 你像我說華航那個董事長 我說這個一定撤職的 你看 被我講對了吧 很多人這樣講 所以我認為蔡柯佩 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小英總統不會去做 那麼魂的事情 柯文哲 我覺得 混蛋的混 政河跟柯文哲合作 都是很... 這是頭腦不清的意思 不 頭腦不清啦 頭腦不清 因為柯文哲是一個典型的投機 投機者嘛 韓國瑜雖然我反對他的政治主張 我跟他全然對立 我是毒 他是同 可是好歹 我佩服說你有這樣的格調 人家光明磊落 你光明磊落嘛 所以韓國瑜在講說政治鬥爭 說實在的話 我們這20年來 確實藍綠有時候啦 有時候有在鬥 但是並不是天天鬥 世事鬥啦 不是這樣 比方說 那評論多久一次 我那時候質詢他 我就不是鬥爭他 我是就事論事嘛 因為那是我的職責 我是盡我的職責本分去監督他 所以不是啦 所以韓國瑜在那個通篇的演講 確實那篇演講很有吸引力 也蠻這個奪目的 可是當冷靜一想以後 其實有一些話 當然到大選等確認了以後 我再來提出一些解析啦 我現在我怕我現在批他 他就不出來選了也不好 好可惡 好可惡